花莲玄武堂举行 寻尽祈福的炮炸邯郸观光文化祭 4月30号起到5月5号 为期7天炮炸邯郸活动 30号是在瑞瑟玄武堂举行开箱大典 炮炸有20多场 而且活动范围很广 最北从花莲市一直到最南的台东池上 总路径超过200公里 可称是花莲玄武堂建堂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活动 花莲玄武堂举行寻尽祈福的炮炸邯郸观光文化祭 在4月30号起到5月5号 为期7天的炮炸邯郸活动 30号在瑞瑟玄武堂举办开箱大典 这个邯郸野公的这个圣诞千秋 那过去以往我们其实都每年都有在举办 那只是在今年我们就来做一个 最大的一个盛大的来一个做一个举办 为期差不多将近一个礼拜的礼拜的时间 而传统观念相信炮炸邯郸也可以带来财运 另一说法则是能驱逐瘟疫 花莲玄武堂希望借此活动一方面替信徒祈福 也期盼以炮炸的形式来驱逐瘟疫 以抚慰信徒这几年因疫情惶惶不安的心 那在这一个礼拜啊 就是从我们4月30号一直到我们的5月5号 都欢迎我们花莲所有乡亲各地的好朋友 来我们瑞穗这个花莲玄武堂这边来做一个参拜 来做一个祈福的仪式 炮炸总共有20多场并且活动范围之广 最北从花莲市一直到最南台东池上 总路径超过了200多公里 可称是花莲玄武堂建堂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活动 记者高双双瑞穗采访报道